中美关系,这一全球关注的温度计似乎正在逐渐从刺骨的冰点下回暖。 习惯近期动态,不难发现,两大国关系的复杂图景中正绽放出一丝不易察觉的温和。 其双方在经济领域的互动增强,共同设立两个专门工作组之后,美国向王毅发出访问邀请并安排其与拜登总统会面的举动,无疑为中美关系注入了一记稀缺的正能量。 王毅此次访美,可谓成果累累。 最为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双方达成了一项一项,在旧金山举行两国元首的会晤。 此外,一个不容忽视的成果是,为推动双方交流,中美直行的班次将从每周48班增加至70班。 这不仅是两国官方互动频率的提升,也象征着民间交流的大门正在进一步敞开。 这系列动作无疑标志着,困扰中美多年的僵局正逐步瓦解,关系回暖的迹象愈发明显。 然而,这一切积极信号的背后,是中国在对美关系中所持的坚定立场,既不回避,也不妥协,更不退让。 正如王毅外长所强调的那样,要想让两国关系步入正轨,单方面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 双方必须共同做出努力,定期自动驾驶的被动模式,而应积极重回巴厘岛,即回归去年11月在印尼巴厘岛双方元首会晤时形成的共识,重探中美关系中的战略性问题以及重大全球和地区问题,从而克服障碍,增进共识。 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国际局势发生了剧烈的变动。 俄乌战争如火如荼的展开,中东地区的冲突不断升级,美国国内外的困境也日益加剧,不得不在多个战线上进行艰难的应对。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和实力变得越来越不可忽视,成为了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因此,美国在战略上不得不暂时放松对中国的遏制,以此作为战略上的缓冲之举。 面对美国方面不断释放出的和解信号,中国表示出了积极的欢迎态度。 中国对于对话合作持开放态度,若谈,则敞开大门,若打,也绝不退缩。 主动权在这一过程中完全交由美国来决定。 对于美国的真实动机,中国有着清晰的认识。 正如中国过去十年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今年成功斡旋沙特与伊朗长期的夙愿一样,美国也同样深刻理解中国的动机和举措。 昨日,人民日报中罕见地出现了署名为终生的文章,标题为推进中美关系真正稳下来。 好起来,这一非同寻常的信号表明中美关系可能即将迎来一个重大的转折点。 展望未来,关键在于如何准确预判中美关系缓和的可能程度以及双方将关注的重点领域。 同时,也需要细致分析美国主动求和所涉及的关键筹码,以便中国能够做出最为适宜的应对策略。 这不仅关系到中美双方的未来发展,也将对整个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 历史趋势或许相似,却绝非一成不变的复制。 近期,美国之所以主动伸出和平之手,其背后是为了集中资源面对外部的紧迫挑战,不得已选择与中国暂时搁置争端,强调暂时二字。 回顾历史,上一次美国在外部挑战面前选择与中国缓和关系,是在2001年的11分之9事件之后,当时中国也给予了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支持。 如今,美国再次因外部严峻挑战而选择暂时和解,其因是巴以冲突的激化与失控,面对此状况,美国已无力单独应对。 但必须认识到,如今的中美关系与22年前已有天壤之别。 当时,中国经济在美国面前还显得微不足道,仅为美国经济体量的七分之一左右。 而在今天,中国经济已跃居全球第二,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与美国的经济规模将越来越接近,特别是在高新技术领域,中国正全面加速追踏。 22年前,中国尽管是全球的重要国家之一,但对美国几乎不构成威胁。 当时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搅居行为,本质上是为了制造紧张氛围,是小不实政府为了国内政治目的而有意策划的。 而今天的情况大不相同,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核心的重要大国,综合国力仅次于美国。 无论是在经济、科技、外交还是军事力量上,中国已让美国感受到了实质性的、结构性的威胁。 本轮中美关系的显著转变,连同随之而来的中国的战略机遇期,既不会像十一分之九事件后那样持续长达十年之久,也不会达到上一次那种程度的和缓。 预计这次中美关系的缓和,以及中国可能面临的战略机遇期,最乐观估计也仅会持续三至五年。 在我看来,中美关系绝不会再现二十二年前那种全面升温的局面,而更有可能出现的是一种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威温回升。 回顾过去两年,尤其是今年上半年,中美关系可谓冰点般冷淡,这在改革开放以来尚数首次。 美国在政治和外交层面上,加速推进涉台恶华法案,对日本和台湾的军售毫无底线,甚至肆无忌惮地挑动南海局势。 在经贸和科技领域,美国进一步升级对华摩擦,特别是对中国半导体行业的打击和制裁接连不断,连中美援手确定的共识都置若网闻。 如今,以巴以战争爆发为时间标记,未来三至五年内,尽管中美关系不可能彻底回到正热惊热的状态,但最近两年那种极端的正冷惊冷局面显然也不会持续。 鉴于美国不可能同时应对全球三大地缘政治冲突,面对中东危机和俄乌冲突这两个更加棘手和紧迫的问题,美国只能选择暂时性的缓和与中国的关系,使政治和经济关系略有回码。 在政治和外交领域,预计未来三至五年内,美国不太可能进一步计划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同时在南海争议中的干预行动也将有所减少。 然而,这并不排除美国偶尔进行一些小规模的干预行动。 在传统经贸方面,预计未来三至五年将适度回暖,甚至可能部分撤销先前加征的关税,这在本质上也符合美国的利益。 但在技术领域,预计未来三至五年内,美国对中国的限制和打压措施不仅不会放松,甚至可能会加剧。 这是因为高科技领域的竞争本质上关系到中美未来的影响力争夺。 在金融和货币领域,未来三至五年内,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也不太可能有实质性的改善,这同样是一场关乎影响力的激烈竞争。 当前,中美这两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在金融和货币领域的竞争,已然进入了一种你销我掌的零和游戏状态。 金融与货币势力的博弈直接牵连到双方在高科技领域的全球影响力,以及对全球大宗商品的最终定价权。 从这个视角出发,我们不难理解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之所以高规格召开的深层意义。 大国之间的较量,背后是经济的较量,而经济的根本则是货币的较量。 因此,鉴于中美关系的新转折,我们在对未来的经济和金融市场抱有适度乐观的同时,也不应过分乐观。 转折点的到来,并不意味着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就此烟消云散。 除非中国选择放弃发展的道路,这就如同一些新加坡政客近日所表现出的无耻态度,他们要求中国保证扮演一个仁慈的大国角色,而从未敢对美国提出同样的要求,表现得像是孙子一样。